这次下午刚刚在威山湖也钓了几鱼 个头有大有小 今天准备再做一锅糟鱼 理论上讲应该比上一锅更好吃 首选手工压制的大豆油 废话不多说 直接起锅烧油 我们家虎牛闻到鱼腥味 早早就在下面等着了 先大火后小火 油温八层日 直接下入鱼 想把糟鱼做好吃 炸鱼真的很重要 你要把鱼炸得两面焦黄 又酥又脆 看光我视频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前两天我就做了一锅糟鱼 但是当时鱼太少 真的感觉就是没吃过瘾 所以今天苦战了一下午在湖边 就钓了这么多鱼 把鲤鱼炸成这个样子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然后直接放入锅里面排好队 虽然有助于明天好把鱼捞出 家里面没有白菜了 所以说暂时就不放了 本来这个就是不粘锅 所以说也不用担心鱼会粘在上面 给大家看一下 把鱼煎成这个样子 你说做出来的糟鱼能不好吃吗 看看我们家小猫咪馋的 感觉都快睡着了 提前准备好小料 葱花 姜片 干辣椒 还有花椒 香叶 桂皮 用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 先下入花椒 桂皮 香叶 炒出香味之后 再放入少许的干辣椒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多放一点 然后再一次放入葱花和姜片 大火翻炒一下 这小味撑了一下就上来了 老规矩再放入少许的冰盘 目的就是为了提个鲜 也不用化糖色 生抽一勺 然后老抽来个半勺就可以了 目的也就是给鱼上个色 最后放入醋 醋要放两勺 感觉醋才是这道菜的精华所在 简单说 醋可以软化鱼刺 把醋溜边 这小味闻起来 真的是太酸爽了 大火把料汁烧开之后 然后直接下入清水 水要一次性下煮 然后下入适量的食盐 鸡精 胡椒粉 先行调个味 大火把汤汁稍微煮个两三分钟 然后直接淋在炸好的鱼上面就可以了 其实这道菜真的很简单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按照这个方法去做 绝对不难吃 做鲨鱼的方法天天晚 但是我相信这一种是最好吃的 个人建议水开以后 先炖一个小时 然后关火 再焖它一晚上 然后一道好吃的鲨鱼就做好了 怎么就形容呢 入口鸡辣 说什么感觉比肉都要好吃 不管是鱼头还是鱼翅 吃到嘴里面 真的是又酥又烂 整体的感觉就是 有点咸 有点辣 有点酸 总结一个字 就是好吃 我个人感觉 不管是馒头 米饭 通通可以 还要这鱼肉 一样跟吃不来是肉还是翅 用两条鱼 一碗面条 这感觉真的是太酸爽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帮我点个赞 感谢大家